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学习随枪的形态和应用解剖 那么对于随枪的这个形态的学习呢 主要还是要以掌握牙体形态解剖为基础 因为随枪的形态其实是牙体的一个缩小啊 所以我们还是要以掌握牙体解剖形态为基础的 那这是我们说到的 那整个随枪呢我们可以看到 我把随枪呢我们说分成了随时和跟管系统啊 那随时呢这个随时呢又有这些结构啊 而跟管系统呢又有这么多结构啊 这个里边呢就是我们嗯可以就是概念性的知识比较多啊 可以以名词解释的形式出现 也可以是以选择体的形式出现 所以在随枪里边呢主要还是这这两个方向的提案多一些啊 这是咱们说到的 整体大家先有一个框架 就是我们说随枪分为随时和跟管系统 然后分别来论述随时里边都有什么考试的要点 然后跟管系统里边我们要掌握哪些 尤其这个跟管系统很多时候呢 有的时候呢也是以大体的形式来出现的啊 那咱们先来看整个随枪的解剖 我们说随枪位于牙体的中部 跟牙体外形非常的相似 但是就是显著的缩小啊 显著的缩小 这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个随枪啊 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大概在跟颈部的这个位置呢 像牙冠方向呢有一个扩大成形成实的一个位置叫做随时 朝着我们这个牙根的方向这个细的呢 我们就叫做跟管对吧 就叫跟管啊 那这是我们说到的一个随枪的大体的一个解剖形态 那咱们来看一看整个随时啊 随时 随时一说到随时 这个牙呢是纵头让大家看的 对不对 你再拿一个牙和它合在一起的话 牙是一个立体的啊 那这个彭大的这个随时呢 说叫随时就是真的像屋子一样啊 那么对于这个里边呢 在上方与河面或者是切底对应的呢 我们叫随时顶啊 与随时顶向对应的的这个底呢 我们叫做随时底 这就是房顶和屋地的那种感觉啊 那四周是不是也有比 比如说我们说再夹策 那么来看一下啊 这是这这个 这是我帮你看找到的一个啊 就让你想象的啊 整个随时其实是这样一个立体的啊 你有房顶有地面 然后呢 在夹策呢 冲着的叫夹策随壁 在舌策叫舌策 近中远中啊 所以有四个的四个这样的轴面的轴壁啊 那整体呢 我们说随时呢 这个这个随时呢 它是有六个壁组成啊 六个壁一定要记住是六个面啊 六个面 因为除了四周的随时壁 我们的随时顶和随时底 它也是一种特殊的随时壁 它也是随壁啊 一旦问你随时有几个面 几个壁 咱们选的不能是四 那是六 对不对 你要把房顶和屋地给算上啊 那么随时顶和随时底要算上啊 这是咱们说到的一个问题 再有一个呢 介绍两个概念 那就是一个叫做随脚 一个叫根管口啊 所谓的随脚呢 我们说 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啊 随时突入牙尖 跟牙尖对应啊 突入牙尖 形状和位置 于牙尖的这个高度 比较相似 突出成脚的位置啊 就是突入成脚的位置 就叫做随脚 那根管口呢 大家可能在临床上开随以后 见这种根管口是比较多的啊 但是还有一种呢 就是你做课题的时候 或者做这个口内的这部分课题的时候呢 我们有时候把这牙纵剖开啊 纵剖来去看 这个时候呢 你也能够看到哎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说到的根管口 对不对 那看一下这个根管口是怎么来的啊 这个根管口就是我们的随时底啊 这个地方是随时底 然后这个地方呢 是我们的根管啊 随时底和根管 然后呢 咱们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就叫做根管口 那这个地方是什么呀 是他俩的一个交界处 或者叫做移形处啊 交界处也对 移形处也对 他俩重合的地方 对不对 移形处啊 所以你听好了 根管口的概念考的比较多啊 单选比较多啊 就是一旦说到根管口 不是根管在哪哪哪的开口 那不是 一旦说到根管口 你要记住的这三个字叫做移形处 或者是交界处 是哪和哪的移形处交界处呢 随时底和根管的一个移形处 或者叫交界处啊 这才是真正根管口的一个定义 那么这里边呢 咱们可以看到整个随腔呢 它的形状呢 是跟牙体外形相似 但是显著缩小的 对吧 哎 那么再有一个呢 我们说对于我们的前牙来说啊 对于我们的前牙来说 嗯 它的这个随时和根管 它的界限 嗯 不是很明显的啊 无明显的界限 不是说 嗯 前牙 没有随时底啊 这是随时随时底啊 啊 它是有随时底 但是不明显 我们得这么说啊 它是没有明显界限的 而后牙呢 它是呃 有随时底的 所以根管和我们的随腔呢 是有一定的分界的 就能看出来啊 比较明显的 这是我们了解的 大概的一个形状啊 那整体呢 我们就讲了一下随时啊 随时 首先第一个 我说随时在前牙 跟根管之间 无明显的界限 对吧 而后牙有啊 前牙没有 后牙有 哎 前牙没有啊 没有明显的界限 然后呢 后牙有明显的界限 那在这里边 我再加一个 一会儿后边的内容 还会说到啊 前牙随时和根管 没有明显的界限 大家都没有 那最不明显的是哪颗呀 我告诉你 最不明显的是上三 啊 上合的尖牙 打开以后 它就是根管比较粗嘛 更粗一点啊 所以它的随时和根管的界限 也是最最不明显的 问你 他们根管啊 跟随时界限 最不清楚的是哪颗牙 最不清楚的是哪颗牙 最不清楚的是哪颗牙啊 咱们选的是上三 听清楚了吧 哎 选的是上三啊 这是我们说到的 那第二个呢 我们说到的是就是随时呢 分为随时底 底 随时必 再加上我们说到的 就是随脚啊 随脚 还有根管口啊 其中我们说根管口呢 是最容易烤到的问题 那根管口 这是它最容易烤到的点啊 一说到根管口 是不是哪哪哪的开口处啊 是不是哪哪哪的开口处 随时的处都不是啊 是我们说随时底和根管的 一型处或者是交界处 其实这个写的都没有散开啊 你给它散开了 你更能明显啊 是随时底和根管的交界 或者叫一型处 这个题就选的是底啊 底不是哪哪哪的开口处 听明白了吧 哎 这是咱们说到的啊 好了 那还有呢 就是做这种B型体的话 你也是 它就是它的概念嘛 啊 它的概念 那咱们就可以看了 说于和面或者是切解啊 和切端相对应的 那就是顶 对不对 于顶对应的 那肯定是底啊 于顶对应的肯定是底 轴面 那就是四个B嘛 啊 那个就是我们的随时B啊 随时B C啊 随时B 那随脚 看这 看见吧 啊 牙尖 突入牙尖 成脚的部分就叫做随脚 根管口找一型处 所以这个选的是E啊 这样就给大家 就是你对应的去做一做 理解理解啊 理解理解 答这种这个选择题的话 就是从这里边挑出正确的答案 就可以了啊 如果答的是这种 呃 这个名词解释的话 你就是咱们也是 记住关键点嘛 比如说根管口 我就听老师说一型处交界处 然后把它散开来 是哪的一型处和交界处 这就可以了 那好 我们介绍完随时以后 我们来介绍根管啊 根管 那么这个根管呢 位于牙根啊 这个牙根的部 大部分的随腔里边啊 就位于这个位置 那么这是我们说到的根管 现在呢 你思考一个问题啊 思考一个问题 首先呢 我来说一句话 听好了啊 说是不是每一个牙根 就这么一个牙根 它里边只有一个管道啊 叫做根管 是不是只有一个管道呢 哎 不是对不对 不是的啊 那么有的根 虽然是一个根 比如下六 我们的进度根啊 虽然是一个根 但是里边出现了几个啊 两个管道 那叫两个根管了 对不对 哎 那么我们来说一下啊 那这里边是什么情况下 才会那样的 就是你一定要记住 大概的就是一个特别圆 特别粗大的根啊 越圆的根 它里边一般只有一个管道 但是一旦是扁根 它里边就有可能是两个管道 或者是更多啊 那就是我们说到的啊 扁根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扁根是有分开的趋势的啊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下颌的牵牙 它的近远中 这儿有凹陷 近远中面啊 另外一侧也有凹陷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唇侧就这么宽 呃 里边的舌侧也就这么宽啊 但是近远中面呢 有凹陷 近远中面呢 有凹陷 是不是这样就凹进去了 哦哦哦 那就是有分开的趋势 我想变成唇舌向两个根啊 呃 那么想变成唇舌向的两个根 但是最最后呢 没有变成啊 最后呢 就没有变成了啊 是不是 那外边没分开 但是里边呢 已经分开了 它已经变成了两个根管啊 它就已经变成了两个根管了 所以呢 这种扁根呢 有分开的趋势 那么它里边呢 都是呃 有可能会有两个根管啊 有两个根管的 这是我们说到的 一个圆根 一般都是一个根管 两 如果是个扁根 就有可能是两个根管 那所以说呢 咱们的根管的数目 跟牙根 是不是一一对应的 对不对 有可能是一个根 就配了一个管 那么那个叫做单管型啊 就单管型 如果一个根里边两个管了 那叫双管型啊 如果这里边是个扁根 但是它里边呢 既有单又有双 那就叫单双管型 还有呢 比较罕见的 就这一个根里边几个管啊 三管啊 那就叫做三管型啊 叫做三管型 这是咱们说到的 牙根和根管的数目 不是一一对应的 分了这么四种类型 单双管啊 单管型 双管型 单双管型 还有三管型啊 对它有个了解就可以了 这是咱们说到的 这也是能够看到的 我们的上六 进甲根 我们也叫MB2 对不对 它也是有凹陷的 所以呢 你看 从咱们这上面 特别能明显的看出来 这个根有凹陷 又要分开的趋势 但是从视觉上 我们发现拔出来以后呢 没有完全 外边没有完全分开 但是里边已就分成根管了 对不对 这是咱们说到的啊 所以每个牙根跟根管之间呢 不是一一对应的 它可以分这四种类型啊 分这四种类型 但有一个呢 我们再想想 就是可以跟牙根和根管 不是一一对应的啊 分了四种类型 四种类型 但有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说是不是我们的根管 就像这个塑料管一样啊 塑料管一下 很规则很光滑 一通到底啊 是不是就比这就下来了呢 也不是 对吧 也不是的啊 它在行走的过程中呢 还会有一些细小的分支 我们把它称为根管系统 或者要测缝根管系统啊 测缝根管 那么这些细小的分支 看一下啊 这些细小的分支 它是针对全口牙而言的 并不是一颗牙上 就全部都有这种 这种结构啊 定位于这样的 那么这些呢 我们需要对它每一个 比如说管间冷和 根管测支 根分齐 根分岔 复根管 它的定义啊 掌握第一 就是它的定义 第二呢 就是常出现的 常出现的 呃 地方啊 比如说管间冷和 常常发生在哪个位置 根部的哪个位置啊 比如说我们知道这儿啊 把牙根分成三份 根间三分之一 根中三分之一 根井三分之一 说发生在哪啊 常出现的位置 这个也叫特点吧 哎 特点在哪里啊 这是咱们说到的啊 你就从两个方向掌握就行了 那么我们一一来介绍 如果大家打的是大体的话 就是从我刚才叙述到现在 都是你就没有停啊 你就一直从根管 一直到叙述 我们的也根管的数目 到根管 我们现在的呃 这个根管系统里边的 出现的这种形式啊 首先呢 第一个概念 我们来说什么叫做管间吻合 管间吻合 这个名字读起来啊 是管和管之间出现了交通之 那我们可以看啊 必须是一个根里边 出现了两个管才行 说我们这个根是这样的啊 从这儿到这儿能不能吻合 不能 这儿连着牙草鼓呢 你怎么吻合 对不对 所以是这个管间吻合 是一个根里边有两个管 管和管之间 有了这种交通之或吻合之 它才叫管间吻合 听好了啊 管间吻合 管间吻合四个字 重要的就是两个叫管间啊 最最最重要的 大家就要找管间这两个字啊 管间管和管之间的交通之 或者是管和管之间的相邻的啊 相邻跟管之间的交通之 那么它又称为管间侧之 管间交通之 听清楚了吧 只要带管间这两个字 就是我们说到的管间吻合啊 好了 再来说管间吻合 称为管间侧之 管间交通之 指的是相邻跟管之间 发出的交通之 主要建于双根管 对不对 相邻跟管之间啊 那么它一般都在 根中三分之一比较多 在根中三分之一比较多 听清楚了吗 好了 那在这儿呢 你怎么就能记住了呢 你听好了啊 看郝老师怎么画的啊 那首先呢 我们说的是一个根里边两个管 而且呢是在中间比较多 那我把牙去掉 我只画根管啊 我画一个这样的 这就是一个根里边两个根管 然后呢 我把中间画两条线 这就叫管间交通之 管间侧之 管间吻合啊 而且我会画到了根中三分之一 说明根中三分之一最多啊 最多最少的永远都叫根井三分之一啊 他不会说从这个地方刚一出来就会有那么多分叉啊 最少的这是叫最多对不对 根井三分之一永远是最少的啊 最少的所以呢 咱们再来说一遍啊 答题的时候怎么答 答选择题又怎么答啊 人人听 首先管间吻合 正在哪两个字 管间啊 管间又称为管间交通之 管间侧之 测出来的 对不对 管间交通之 管间侧之 这都可以啊 是发自于相邻根管之间的一个交通之啊 那他多见于双根管 在哪最多呢 说根中三分之一最多啊 根井三分之一最少 那你也可以换句话说 就是根中三分之一多于根间三分之一 根井三分之一最少 是不是我们就把这 这里边基本上就都被完了啊 那这里边的交通之呢 是水平的弧形的网状的都是可以的啊 你有个印象就行 所以这是我们说到的管间吻合 重在里面两个字 管间啊 管间交通之 管间测之啊 好了 第二个概念呢 叫钢管测之 叫做钢管测之 它的重点词语在这个测字上啊 根管测之 说老师刚才也有一个叫管间测之 跟它一样吗 不一样 因为有管间呢 是两个根管 这个根管测之 就是一个根管 对不对 所以你看见测 咱们先看 如果有管间 那是管间的事 因为咱第一个先讲管间 对不对 没有管间 看见测 才是最重要的啊 叫根管测之 测之 那么一个根管 有一个测之 怎么测出去呢 记住 垂直测出去啊 根管怎么着 垂直测出去 根管垂直测出去 所以长根根管 呈垂直角度 贯穿这个牙本质 牙骨质 直通牙周膜啊 我们说这都是牙本质嘛 对吧 牙本质 然后呢 出来是牙骨质 再往外出 就到了牙周膜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记住 它的定义叫 根管测之 怎么测出去 垂直 跟根管呈垂直角度 贯穿牙骨 牙本质 牙本就像从根管 外边包的是牙本质 在外边呢 是牙骨质 在外边呢 就通向了牙周膜啊 叫根管测之 好了 它是一个根管 看见了吗 测之必须成多少度 90度垂直 然后我告诉你 你看我画的比较靠下 对不对 我们是在根间三分之一最多 啊 根间三分之一最多 根颈三分之一最少啊 还是我们的根颈三分之一 是最少的啊 那这里边就是根间三分之一 多于根中三分之一 因为它多嘛 最多 对不对 哎 这是咱们说到的 所以你看 当你这么去记的话 你就从概念到特点 就全部背下来了 对不对 我无论你答是大体 还是选择体 都能答对啊 这是咱们说到的 根管测之 好 那还有一个呢 叫根分齐 一个叫根分岔 说根管啊 在我们说到的啊 发的细小分支 你看 根管在根间呢 都会发出细小的分支 听好 认真听 无论是根间分岐 还是根间分岔 都是根管在根间 有能发出细小的分支 但是当它发出的细小分支啊 如果主根管 哎 主根管我走到了根间 哎 那么其他的有 也发出了两个细小的分支 但是我主根管仍然一通到根间孔了啊 一直通到底了 那么这个呢 叫做根间的分岐 那么如果啊 这个根管走到这儿以后 发出的细小分支 导致我们的主根管 根本就没有走完啊 就被分完 就分成了很多个细小分支了 那这个呢 叫做根间分岔 就是主根管不再存在了啊 在我们这一块就不存在了 这个呢 是主根管还存在 明白我说意思了吧 哎 那这个怎么记呢 你听好了啊 都达根管在根间的细小分支 根管仍存在 就是根分岐 根管不存在 就是根分岔 那非常容易相混 这两个概念很像 容易相混 那我也帮你想了一个 巧的记忆方法 听好了啊 一说根间分岔 一说根间分岔 怎么着 打个岔 岔岔岔 啊 这就是岔 一说岔 把一个牙上 只要一打了岔 这个牙还存在不存在了 在修复学上 设计单上啊 如果在修复的设计单上 把牙打上岔 这牙在不在 不在 所以根管不存在 人家的名字就告诉你了 叫根间分岔岔岔 不存在 对不对 这个岔就是不存在的含义 告诉你了 不存在啊 还有个叫根间分岐 我们叫误入岐途 说人间有正道 你不走 走到了岐途 有没有正道 有 所以主根管在不在 在呢 你走偏了 对不对 这叫根间分岐 这叫根间分岐 好了 这就好记了 是不是 再有一个呢 叫做副根管 我们看 从这个地方呢 叫随时底 这个地方呢 叫根分岔处 随时底到根分岔处的 这种管道 叫做副根管 多见于磨牙 因为只有磨牙 才会有随时底 对不对 还有清 才会有清晰的随时底 那副根管这两句话 这两个半句话 都是要背下来的 无论你是名词解释的 就答这种大题的 还是答这种选择题的 都是要记住的 它是随时底到根分岔的管道 多见于磨牙 多见于磨牙 那整个来说呢 我们就是主要学了 这么几个名词 管间文和根管策制 根分岐 根分岔和副根管 它都有它的定义 很长 但是呢 你记住 就是它整体的 这个重点的文字 你先把它滴流出来 重点的文字 然后再去扩充 如果选择题的话 你就直接记题眼就行了 但是如果是 能答名词解释的这种的话 你就要把它扩展开来答 那这是咱们说到的 首先呢 一旦说到管间文和 管间 根管间 根管 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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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 垂直 是怎么策出去的 垂直角度 根分岐有正道 你不走 这就是我说的 有根管 根分岔 有没有了 没有 不存在 根管 不存在 不存在 然后副根管呢 叫随时抵到根分岔 那我们来看 根分岔这 一定要提示大家注意 就是这个名字就告诉你了 根管 不存在 根分岐呢 就是根管还存在 还有这种正道呢 这是咱们说到的 所以总体来说呢 我们的这个 策符根管呢 一共这么几个名词 用这个表格给大家写了啊 把它定义弄出来 就是管间文和 重在管间啊 其中根中三分之一 最多啊 根管 策制 策制 怎么策出去 垂直策出去 根间最多啊 这是咱们说到的 根分岐呢 有没有 有 主根管还存在 根分岔岔岔岔不存在啊 那么副根管 我们说它是随时抵到根根岔 而且多减于模样 一般这样就足够了啊 足够了 再加上呢 哎 郝老师的一个简笔画 你考试的时候 你不要 就是 有些选择题 你可以用的啊 那你可以把它用到 就是用到你选择题里边 然后大体的话 用到你脑海里边啊 咱们来看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说 主根管还在不在 在 那这叫根分岐 对不对 这个主根管不在了 我们这叫根分岔 这是随时抵到根分岔 这样的一个表示方式啊 随时抵到根分岔 那比如说做这种选择题的时候 怎么做呢 重点就是找我们这个体验啊 就找我们体验 刚才我跟你说的这个体验 嗯 哪些是体验呢 比如说我一个例子 举例子为例啊 比如说 哎 于根管接近 成垂直角度 那么我们就是 重点就在这个垂直啊 看见垂直 咱们这就是什么呀 哎 根管测枝 根管仍存在 分岐 对不对 根管不存在 分岔 相邻根管间 根管间 管间 对不对 哎 随时抵到根分岔 随时抵到根分岔啊 这是我们说到的 负根管 是不是 那你就好找出答案来了 是不是 就好找出答案来了啊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了 所以根管测枝 就选A 分岐 选的是B 负根管 选的是E 分岔 那么选的C 管间文和D 是不是 就特别的好 好记了啊 所以你要有一颗闪闪发亮的眼睛 怎么样闪闪发亮 就是能够看出体眼啊 找出我们说的正确的答案 这样才能快而准啊 快而准 所以在整个听课当中 大家也听到这里呢 应该也有一定的感受了 就是 呃 有的体很绕 但是呢 你一定要用正 就是用体眼 直接快而准的捕捉到他啊 快而准的捕捉到他 那你就要有一个 呃 闪闪发亮的寻找体眼的眼睛 这个呢 就是你平时记笔记的时候 可以用荧光笔 先把重点词迎出来 看书的时候呢 先把体眼 就射到脑海里边 是吧 哎 习惯了以后呢 你就找 就从一片字里边找体眼的能力 就会快一点啊 那还有呢 就是咱们来看一下 哎 选这样的单选题啊 说对于管间文和描述错误的是 说管间文和称为 管间测制 管间交通制 都有管间 对不对 对 多鉴于双根管 说根间文和多 根中多于根间 肯定是从C和D里边选 对不对 那你就想一想 我画的简笔画 我是这么画的 哪多呢 根中三分之一多 对不对 他说根间多的这个 就是错的 选C啊 而根管测制 咱画的比较靠下 对不对 这才是根间三分之一多 你看这种呢 特别容易混搅的 这种知识点 都记不清 可能说这个东西我听过 但是我记不清了啊 就选的时候很纠结 那应用老师的这个简笔画呢 我相信一定会事半功倍的 是不是会记得更准一些啊 所以还是要学习 还是要掌握好正确的方法啊 那出到这种简答题的话 那你就要把它整个打一遍啊 整个打一遍 相信你已经有了一定的框架啊 思路清晰就可以了 那整个我们说到的 随腔呢 分为随时和根管系统 而随时里边 我们就刚才就把这节就学到了 而根管系统呢 也就学完了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整个随腔的一个概念啊 那第二部分呢 我们来说说随腔的增灵性变化啊 以及临床意义 那对于随腔的增灵性变化 我先我先给大家一个大体的认识 你一定要认真听 这里的陷阱点比较多啊 那对于随腔的增灵性变化呢 随着年龄的增长 激发性雅本质的成绩 是不是在逐渐的发生变化 那么这是一个生理性的特点啊 生理性 就是人人生老病死的是 就是这就是生理性自然的现象 对不对 那首先先说乳牙啊 乳牙的随腔 我给大家画了一个乳牙啊 画的就相对 就是稍微夸张一点啊 就画一个这样的乳牙 首先我们看到以后 就是乳牙这个牙很小 对不对 但是随腔是很大的啊 随腔是很大的 所以乳牙一坏呢 它进展的也比较快 就特别快就到随腔了 当然我们在治疗乳牙的时候 也是特别怕擦到它的随脚 对不对 这是我们看到的啊 它小小的身体 但是随腔非常的大啊 随腔很大 第二个呢 那么青少年的随腔也很大啊 青少年的随腔也很大 然后老年人 我们就会明显的看到 既发性雅本质的成疾 随腔已经变小了 跟国也变细了 对不对 这是整个一个过程 那在这里边 那在这里边咱们要注意一点啊 怎么陷阱点在哪里呢 我们说一下啊 我们说 看着这个啊 看着这个啊 青少年的随腔 可以直接说 青少年的随腔 比老年人的随腔大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 他们都是成人 牙体的大小也基本相似 所以我们说 青少年的随腔 比老年人的随腔大 没有问题啊 但是在这里边我们知道 乳牙的随腔大 但是你不可以直接说 乳牙的随腔 比青少年的随腔大 你这么去比 你看大吗 你这么点 你这么大 怎么能比我大了呢 对不对 所以虽然说乳牙随腔 其实是特别大的 它是针对于 它小小的身体来说的 那这句话应该怎么说呢 我们只能用一个词 叫做相对比例 二也叫相对于都可以啊 说乳牙随腔 从相对比例上来说 比横牙大 也就是说我小小的身体 我这么大 你那么大的身体 你按说该那么大的 但你没有 是不是 这就叫相对比例 所以中国人是 非常讲究用词的 你这个词 少词的话是不对的啊 所以看见乳牙和 和这个横牙去比的时候啊 就是说你一个小孩 跟大人去比的时候 你必须要加一个词 叫相对 直接比就错了啊 直接比就错了 所以说乳牙随腔 相对比横牙随腔大 这是可以的 然后呢 我们说直接可以比的 就是青少年随腔 比老年者大 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所以你要知道 乳牙是不可以 和青少年直接比的 而青少年和老年 都是成人 他们是可以直接比的 再有一个 我们说 老年人呢 随着激发性牙本质的沉积 它是向心性的沉积 什么叫向心性 都向中间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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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向中间沉的时候 我们说它叫向心性沉洁 沉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啊 我们的随脚随顶 都在不断的去降低 对不对 在不断的去降低啊 随脚随顶都在降低 而我们的这个随时底呢 在不断的升高 你只有不断的升高 你不断的降低 你俩的距离 是不是才会越来越短 所以再记住 在老年人这里边 一定要记住啊 我们的随顶随脚都在降低 但是随时底必须升高抬高 它们之间距离才会越来越短 是不是 如果说到随顶随脚和随时底 都不断的降低的时候 那就错了 你随时底不会降低 随时底不会降低 这是一个限定点 非常重要的一个限定点 这是我们说的随腔的增灵性变化 那在这里边呢 就是咱们书上的内容呢 就是叙述的 本次部分啊 其实我已经用图的形式给大家展示了 你已经理解了关键点啊 那在这里边呢 知道就行了 首先呢 乳牙随腔比 从相对比例上看 比横牙大啊 随脚高跟间孔大 然后用了一个词叫做相对比例 然后青少年随腔比横牙 就是比老年人大啊 比直接可以比 然后老年人呢 我们说了 他在不断的向心性的沉积 但是记住 咱们的随时底是不降低的啊 再有一个呢 就是增灵性变化 激发性牙本质的沉积的一个位置啊 那么对于增灵性变化 激发性牙本质沉积呢 因为上核的前牙啊 上核的前牙 上核的前牙啊 他老受到下核前牙这么这么着一个力 所以呢 他一般在受力比较大的这个位置呢 受压部位比较大的位置呢 他沉积的要多一点 所以上前牙 激发性牙本质在舌侧臂 沉积的更多一点啊 而磨牙呢 因为磨牙受力是在根本差处 所以就是在靠下的位置 那么他主要沉积在随时底啊 随时的底端 所以在这儿呢 要记住一个地方就是 上前牙激发性牙本质沉积在 我们的舌侧臂 前牙的舌侧臂 而磨牙沉在随时底比较多啊 对他有一个印象就好了啊 这是咱们说到的随腔的增灵性变化啊 随腔的增灵性变化 那在这儿呢先做两道题啊 先看一下 做一些经典的真题吧 下列关于随腔哪一点是错误的 哪一点是错误的啊 青少年随腔比老年人大 可以可以直接比吧 然后再来看啊 这个青少年呢 随腔随脚高 青少年的根本粗 老年人有时候随腔会发生一些钙化堵塞 乳牙的随腔绝对比横牙大 还绝对 我们叫什么 相对 没有相对的不对啊 别说再还得加上绝对 我们说乳牙随腔比横牙大 这句话都是错的啊 别再说还加了一个绝对大 那也不对啊 那叫什么大 相对大 相对大 所以这个题选的是一 选的是一 然后呢 你再来看这个题啊 说错误的事 也是选一个错误的事啊 说随腔的体积 随年龄的增大 而端的渐小 对吧 说青少年的随腔比老年人大 再说外伤和取病 致使随腔缩小加快 对吧 它形成了修复性牙本质 然后说乳牙随腔比横牙相对大 人家有没有相对 有 那也对啊 随着魔号 随时顶随脚随时底 均不断的降低 看见到没有 说均不断的降低 那你就往前看 随时底降低了吗 随脚降低了吗 随顶降低了吗 都得必须看一看 你听好了啊 当咱们选择题里边出现均啊 这种词绝对啊 所有必须啊 这种肯定性的词的时候 大家要反复去读啊 因为中国人非常机会说满话 你说的都是所有必须绝对均必须这样的啊 这种词就是这就叫说的特别满 那你就要想想是这样的吗 每一个是吗 这种往往是错误的答案啊 只能说它的距离比较大 你要去理解啊 所以呢 随时底降低了吗 没有啊 这个题就选的是一 听明白了吧 你看他出的这个点 跟刚才那题可不是一样的啊 那么这是我们说的第一选项 你再反复去看看 相对大是可以接受的啊 相对大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呢 告诉大家你做选择题的时候的一个技巧 就是反复去看啊 反复去看有没有这种绝对性的词语 再了什么大了小了多了少了 哎 近啊远啊等等啊 这种反译词的时候 也要去琢磨琢磨看看 是不是是这样说的啊 这是咱们中国人出题的一个特点 然后呢 刚才我说到了这个 呈积激 激发性牙本质的 沉积的方式在这呢 就是再来说一遍啊 前牙一沉在 舌侧币 后牙呢 多沉在了我们的随时底啊 沉在了随时底 好 那他的病理性变化呢 刚才就已经在题中就有所体现了 对吧 说取病外伤呢 可以使我们这个牙呢 就是形成修复性牙本质 那在这呢 我们要知道就是 呃我们生理性的话 随腔是均匀的啊 均匀的都在缩小 但是病理的话 那他就是局部的 哪块修呢 对不对 哪块修呢啊 那他在在相应的部位 产生修复性的牙本质 不是整个随腔啊 那整个我们说随腔 我们学了他的总论了啊 首先呢 说了随时 他的解剖结构特别 然后说了根管系统 那再有说了他的呃 增灵性变化和病理性的变化啊 那整个随腔的呃 解剖呢 就是你先有一个大体的了解啊 因为他为我就是整个随腔呢 呃 他的认识呢 为我们进行牙体牙随牙周啊 就是这个疾病的治疗的时候 我们是必须要熟悉 这些随腔的一些呃 变化啊 随腔的总论 包括他的个论 就是随腔 他的形态 根管的数目 等等 这些对我们牙随的治疗 都会起的一个关键意义的作用啊 这个了解就行 那么我们讲完总论啊 知道了我们的随腔的大概的分类 说分了随时 随时有什么 根管系统有什么 他的生理性 就是增灵性变化 他的病理性变化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说一说随腔 他的个论啊 就是单个牙的随腔的形态特点 这个呢 多就是用于这个选择体 但是如果说随腔的应用解剖的时候呢 他可以是考大体 比如说我们就考 你叙述一下 上和第一摩牙 牙体外形 然后再叙述一下 他的随腔解剖形态 啊 这就是咱们说到的 就是大体的形式啊 那这是我们说到的随腔 那咱单个来看一下 首先呢 一定要知道的一点呢 就是我们的牙体的随腔呢 就是以牙体外形为基础的 牙长什么样 你先清楚解剖外形 你再去看 就会非常的简单啊 你看这是一个中间牙 我们从近远中方向 去把它剖开的时候 你看他的随腔 是不是长得就跟我们外围的 这个是一样的 对吧 如果从纯舌相 这边是纯 这边是舌 纯舌相把它剖开 它就是这种缩型的 跟外围 跟外形也仍然是长的是一样的啊 那还有一个横剖的 横剖 所以你从近远中 纯舌相 再加上横剖 从这样的三个方向去观察 它都跟他的牙体外形是一致的啊 那在这里边呢 咱们就想他的牙体外形 连接他的这个随腔形态 所以纯舌相关先讲 纯舌相关呢 乘缩型 那你就想想前后方向啊 乘缩型 一般我们都是在颈圆处 平着颈圆处是最宽大的啊 最宽大的 而近远中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它是个三角形 对不对 随时底呢 是我们的一个这个三角形的 一个最宽的地方啊 那整体呢 它比较 就是整个我们的这个地方呢 比较接近贯中三分之一 所以从近中 从这个近远中方向去看的话 整体来说 它就比较宽的位置 还是在贯中三分之一啊 贯中三分之一 横抠的话 就是牙根是一个圆三角形 所以随腔里边 也是一个圆三角形啊 圆三角形 唇侧是比舍侧宽的啊 唇侧宽舍侧窄 这是它的一个牙体外形 然后呢 上和的牵牙都是那个外形啊 下和的牵牙呢 我们就有它自己 也是一样的 嗯 它都是一样的啊 它都是一样的 那么不同的点在哪里呢 我们刚才学到了 就是说牙根越粗大 它就一般都是个单根管 越扁根越是可能会有双根管 对不对 那上和的中切侧切和间牙 它的牙根相对来说都比较粗大 啊 它都是单管形 都是单管形 然后呢 你从三个方向去叙述就可以了 唇舌面关 近远中面 碰面关 还有横碰面关 啊 横碰面关 叙述完 谁哪个位置比较宽大 就可以了 但是呢 咱们对于下颗的切牙来说的话 除了叙述这几个 嗯 这几个面关以外啊 后面关以外 还要知道的一点呢 就是它有可能有双根管啊 双根管 对于下颗中切牙呢 它有双根管的几率呢 是4% 侧切牙是10% 尖牙是4% 我们也叫44 那这双根管率是必须要记住的啊 比如说这这一组是必须要记住的啊 双根管率 下颗中切牙是4% 侧切是10% 尖牙是4啊 单个选择题也是知道 或者是对于大体的话 你叙述也要达出来啊 这是我们说到的唇舌相当两个根管啊 上颗切牙下颗切牙 咱们就叙述完了 那在这里边呢 咱们要知道的一点刚才的那个啊 上颗里边上颗的切牙 上颗123 你都这么叙述就行啊 那对于这里边说了 随时界限最不明显的啊 随时核根管界限最不清楚的是上三啊 上三 那对于下颗的切牙呢 我们说它的双根管率是44啊 44 好了 那前膜牙 我们说完了切牙以后啊 呃 就前牙以后 我们来说后牙 后牙里边呢 首先说到的前膜牙 上颗前膜牙长什么样 它就长什么样啊 我们说了 随时都是一个立方形的 立方形的啊 咱们知道上颗的前膜牙是夹蛇颈大于近远征颈 对不对 所以它的随腔也是夹蛇颈大于近远征颈啊 在这里边你要记住啊 就是所有的牙 就是后牙 不管它最凸处还是最凹处啊 那这个凸凹呢 你就看的方向不一样 是吧 你上颗呢 看的是凸的 下颗呢 就看的是凹的啊 那它就是都是和颈颈平起的 都是和颈颈平起的啊 那对于上颗第一前膜牙呢 因为它双根的时候比较多 所以它横膜面出来的呢 是一个肾形的 那种感觉啊 还是凹的比较多 有点凹 而上颗第二前膜牙呢 它是个单根 所以它是一个椭圆形的根啊 椭圆形的一个横膜面 那这是大家对它有一个印象 那它呢 它的嗯 它也会出现三种类型 比如说呃 有可能会是单管形 有可能是单双管形 还有可能是双管形啊 对它有一个印象 因为前膜牙考的可能相对来说 还要少一些 而膜牙考的要多一点啊 这个你就根据你自己的情况 那我记得的话 大家来记下来 选择题呢 相对来说不是不是特别多啊 不是特别多 因为重点呢 还是在呃 这个下颗二三和上颗的六七 这块比较多啊 上六七和下六七比较多 嗯 那么前膜牙呢 就相对来说 呃 还好 你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吧 能有时间和精力的 或者是你所考 报考的学校 在随腔这考的比较多的 你就把这个部分记下来啊 如果考的比较少的话 你可以暂时先放一放啊 那总体这块 还是可以根据 牙体形态叙述出来的啊 那这是我们的上颗前膜牙 下颗的前膜牙呢 那这个也是跟牙体外形 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对吧 那它也是我们说的 颊侧的水角特别的高 位于罐中三分之一 而下颗的第一前膜牙的舌侧牙尖 特别特别的低 又特别特别的短小啊 因为夹舌尖高度落差是最大的啊 舌尖呢 就特别特别的短小 夹尖特别高 舌尖特别的短小啊 一个在罐中三分之一 一个在井三分之一 这个位置啊 那这也是咱们说到的 整体的都是和我们的这个 就是恒牙的牙体外形 是相似的啊 在这里面呢 我们说大多数我们的 就是下四吧 下颗第一前膜牙 是单根管占百分之三十三啊 百分之八十三 而这个呃 就是我们说能分成 假使有两个根管的 在下四的只有百分之十七啊 百分之十七 对这个有一个印象就可以了啊 那这是下颗的前膜牙 其实我们说前膜牙呢 相对考的还不是太多 你根据它的形态 大概记一下 随腔的外形就可以了 然后呢 考的比较多的呢 还是我们的上颗膜牙的 随腔形态 和下颗的膜牙随腔形态啊 那么总体来去 这么去叙述 首先呢 上颗膜牙呢 就是看得出来 是明显的这种随时呢 是明显的立方形 对吧 立方形啊 那咱们要知道这一点 达完了随时是什么样形态 就必须要达这一点啊 那这里边呢 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个 就是对于咱们的 牙体外形是一样的 上颗膜牙都是 夹舌颈大于近远中颈 对不对 上颗膜牙都是夹舌颈 大于近远中颈 那随时高度是最小的啊 对于上颗膜牙 它的随时高度 只有两个毫米 两个毫米 那它就是夹舌颈 大于近远中颈 大于随时高度 随时高度两个毫米 你写出来啊 那么一般呢 我们知道这个总体的概念以后 然后就看看它的根管啊 跟它的随脚的位置了 那对于我们说了 你知道哪个牙尖高 那么哪个随脚就高 对不对 所以我们都知道 舌侧是功能尖啊 所以它夹侧的随脚 都是高于舌侧随脚的 而且呢 都是近中侧高于远中侧 所以呢 夹侧随脚高 哪个更高呢 近中夹侧的随脚要高于远中 远中夹侧随脚 那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啊 牙尖高的随脚也高 我们在之前在讲的时候 就就提到了功能尖的这部分 就说到了啊 功能尖所对应的话了 来说的话 功能尖要矮一点 功能尖要矮一点 那么非功能尖呢 就要高一点 而且呢 近中侧都是高于远中侧的 这就不难推出随脚 谁高谁低 要把它写清楚啊 所以咱们来把随时的部分 再来说一遍啊 首先一达随时是一个立方形 然后呢 达出夹蛇井 大于近远中井 大于随时高度 随时高度是两个毫米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可以达这个随脚谁高 这几个随脚谁高 夹侧的高于蛇侧的 然后呢 高的又是谁更高一点 对不对 那么达完这个以后 我们说了随时顶啊 它的位置说随时顶的一个凹处 这个最凹处 这个看的方向不一样啊 你就这么理解就行 最凹最凸都是可以的 那么最凹处是与景圆 是平起的啊 也就是说你怎么记呢 你想接顶接顶 我钻到哪 我的钻支钻到哪 才能够哦 就是打开随枪呢 一般都要做到顶部的位置啊 做到顶部的这个位置 所以呢 随时顶的最凹处是与景圆是平起的啊 景圆平起的 那么随时底在哪呢 你听好了啊 随时底 我们看一下随时底就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那这个位置是哪个位置的 哎 这个位置是哪个从外边看在这 怎么比呢 说是景圆 往这个 这个往这个方向 牙根的这个方向呢 这边附着的是牙银 所以我们说从景圆 往银方 约两个毫米 就是随时的高度 你就能找到随时底 听清楚了吧 再来说一遍啊 只要一说到随时顶 我是后牙 我们都说 它跟景圆平起 哎 如果说到随时底 说到底的时候 你要从外边的景圆 往银方走 随时高度是多少 就是多少啊 从景圆 往银方 银方其实就往牙根的那个方向去啊 但是我们专业术语用的是银方这个词啊 说从景圆 往银方 约两个毫米处 你就找到随时底 所以整个一说随时的时候 我们先描述它的大小 它的随脚的高度 随时顶 随时底 这都是可以的 然后再来说说它的根管口 是吧 说你能在随时底能看到的就是根管口了 那根管口呢 上和膜牙一般是三到四个 对吧 三到四个啊 其中最大最圆的就是舌侧 也叫厄子的根管口 是不是厄子的根管口啊 最大最圆 最大最圆 那么最大最圆的就是我们的舌侧根管口啊 那有近夹和远夹的根管口 一般这个远夹根管口都位于近夹的这个远舌侧 往里边走一点 这是咱们说到的啊 这样由近中斜向远舟嘛 对吧 这是我们说的三个根管口 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MB2 就是近夹根 还有一个第四个根管口啊 MB2 那这是我们说到的 那它出现的几率是多少呢 对于这个上六出现MB2的几率呢 是63% 我们叫63% 这是咱们对它有一个了解啊 再来看下和的模样 一会总体再给一个总结啊 我们还来说一下下和模样 一旦提到下和模样 你去叙述的时候 是不是先要叙述 它的随时是一个立方形的 而且是近远中紧啊 大于夹舌井 大于随时高度 随时高度是一个毫米 对不对 随时高度是一个毫米啊 然后呢 你可以叙述一下 就是它的随脚啊 高矮的问题啊 随脚高矮的问题 我们肯定是夹侧随脚低 舌侧随脚高 而近中的话 又是近中的 跟远中的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要高一点啊 那整体来说 再来说随时底儿都是在 随时底儿啊 它的最要处都是在景圆 而随时底呢 是在景圆什么方 银方约一个毫米处 因为它的随时高度是一个毫米 对不对 银方的一个毫米处啊 银方的一个毫米处 那咱们这么 这是咱们说到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它的根管口呢 一般是三到四个 近夹两个远中一个 或者是近夹两个远夹两个 对不对 就是你打开随时下六的时候 你能够看到的 这在临床上应该你们都知道的 是吧 三要么就是近夹两个远中一个 或者是近夹远夹 都是近夹跟不是近 近中跟两个远中跟一个 或者是近中跟两个远中跟也是两个 所以是三到四个根管口 是不是啊 这是下六啊 下六 而这个下七呢 有的时候呢 它的就是夹侧去融合了啊 夹侧融合舌侧分开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 它有一个C型根啊 也叫U型 C型根或者U型根啊 它出现的 它的几率是31%啊 31% 那对于刚才说到的 上核的摸压 我来说一下啊 上核的六跟上核的七 这都一样啊 你就打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那么唯一不一样的 就是它的双根管率 上核的六是63%出现Mb2 上核的七呢 是30% 所以呢 我们是这么说啊 Mb2 2 2 2是几啊 2是两个3啊 两个3 两个3加起来是6330啊 所以一说Mb2 记得是有两个3啊 上六有Mb2 上七有两个Mb2 它们分别是6330 6330 所以上六是63%的这个双根管率 而上七呢是30%的啊 30%的啊 那对于这个里边下核的六七呢 简单看一下吧 啊 那记住一个就是我们说到的下七 它的C型根管的率呢 出现C型根管率呢是31 我们也叫731啊 731不对嘛啊 那一说到下七是C型根 然后它多介于 它多出现的是几率是31%啊 这样就便于你好近一些啊 这是咱们说到的 那整体呢 把随枪的个论给大家总结一遍啊 随枪的个论里边就是我们说到的 上核的123呢 它没有这个双根管啊 都是单根管 从三个方向 唇舌近远还有碰面啊 紧碰面去看 把它分析分析 其中有一点 据说根管和随时最分界最不清楚的 我们说呢是上三 对不对 而下核123呢 你也是按照它的牙体形态去分析就可以了啊 外边长什么样 里边就长什么样 对不对 然后呢 知道它的双根管率是下核123呢 是44啊 44 好了 这是咱们说到的 那对于这个前膜牙的 的话我们就是大致了解就行了 前膜牙也按牙体外形来说就可以啊 那 再看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前膜牙啊 前膜牙大体外形就可以 然后呢 你它的双根管率啊 你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啊 考的 因为这个考的不是特别多 不是特别多啊 那你根据你自己学校情况 重视程度 你再来有精力的再记一记啊 那么对于这个上核六七和下核六七 它是有考到的啊 数据的 首先我们说了 MB2是6330 那这个C型根管率呢 是731 这个是必须要记得 我跟你画的讲的这些呢 是必须要记得 其他的根据你学校的情况 你再来说啊 那随时高度上核是二 下核是一 随时高度啊 所以最容易发生底穿的是谁 下核 对不对 最容易发生底穿的是下核啊 问你随时顶 只要一说到顶顶顶啊 甭管后核的哪个核都是与颈平齐 那一旦问到底儿都是颈颈银方 然后呢 高度是多少就是多少 所以你看它这儿搭的就是下核搭的就是一毫米 而上核搭的就是两毫米 对不对 这是咱们说到的啊 随小的高矮 你根据牙尖的大小去确定就可以了 所以整体咱们脉络是非常清晰的 你按着这么顺序顺下来就好了啊 那这是它的呃形状 我来跟你走一遍啊 这是我们说的随时高度是二 然后呢 随时顶与颈圆平齐 随时底是颈圆什么方 什么方 银方银方啊 两个毫米随时高度就行了啊 银方两个毫米 那么对于下流来说 我们说它的随时高度是一个毫米 对不对 随时顶呢 与颈圆平齐 而随时底呢 是在颈圆银方一个毫米 对不对 颈圆银方一个毫米啊 那在这里边再加一个 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位置啊 随时底到跟分差 因为它非常呃容易抵穿嘛 就是说那抵穿的话 问你随时底到跟分差 这个距离是多少 这个距离是二 二 随时高度是一 随时高度是一 但是啊 随时高度是一 但是随时底到跟分差 随时底到跟分差的距离是二啊 随时随时底到跟分差的距离才是二啊 好了 再来一个就是下期呢 它的C型根管率是31% 知道这一点就行了啊 这是咱们说到的 好了 那再来看一下 我们随腔各论里边的一些选择题啊 随腔各论里边的 首先呢 上河第一摩牙四立方形 呃 各项之比 上河第一摩牙是夹舌颈 是吧 因为它的根在夹舌项啊 夹舌颈是大于近远中颈 夹舌颈大于近远中颈 大于随时高度的 对不对 夹舌颈 你看其他的都不对啊 夹舌颈大于近远中颈 大于随时高度 选择就是我们说到的 呃 C啊 就是C 再来一个呢 就是想要告诉你 就是 那你哪个随脚高的时候 你怎么去比啊 之前说过一次 再来说一次 用题来说的啊 那么再来说一遍 就是我们说到的 呃 你必须要知道功能尖是谁 功能尖是舌尖 所以舌尖怎么着呀 矮 而夹尖是高的 夹尖高 那么夹尖又以近中侧 都是高于远中侧 那咱们选择就是近中夹尖高 对不对 诶 近中夹尖是最高的啊 好了 再看这种题 上河第一摩牙的随时点 看见顶了吧 我说了 只要是钻啊 房顶接顶 我们是谁呀 最高的在景圆啊 所以这个题平起的是景圆 你我不我不 并不关心是哪颗牙啊 嗯 下河第一摩牙也是这么大啊 下河第一摩牙也这么大 所以呢 你就是房顶啊 就是景圆的位置啊 选景圆就可以了 然后呢 咱们来看房底 上河第一摩牙底 一说到底 我们是在景圆什么房 景圆什么房 什么房 我让你读的 叫做银方 哎 惯方的都去掉 银方 随时高度是二 所以咱们选银方两个毫米啊 如果是下河第一摩牙的话 咱们就选银方一个毫米了 对不对 哎 所以大家要知道啊 你随时高度是多少 就是多少啊 一定记住是银方啊 银方 那么还有呢 就是让你叙述的比较全面的那种论述题 或者是问答题的话 你就要从外形到随腔解破的特点就开始去细数了啊 那你刚才已经说了 你就是从想着外形 然后外形是什么呀 它的随腔也是什么呀 哪个地方宽 哪个地方窄啊 然后随脚有多高 大致的啊 都是要给它完整的叙述下来啊 这就是咱们说到的随腔的这种大体打法啊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它的随腔的临床异 这个临床异呢 这个一般的还是以选择体位住 而且相对来说的话 不是特别的多啊 还是比较简单的 一般你都知道 咱们都知道 你钻这个上额前牙的时候呢 它唇舌颈在牙颈部最大 所以咱们都从舌面窝 向牙颈部这个方向钻 对不对 那再有一个呢 就是单根管粗大的 相对来说治疗效果要好一些啊 那在拍牙片的时候呢 因为下颌前牙呢 是双根管纯舌相的分布 所以XCM片拍摄小牙圈的时候呢 注意图照的角度啊 如果你直接这样照的话 容易让它双根管之间 纯舌相的影像相互 就是重就重在了一起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就改变投射角度啊 然后再有一个呢 就是一些细小的地方 大家知道就行了啊 下颌的这个切牙呢 因为根管壁就是特别的薄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止这种 呃侧穿啊 还有呢 就是我们说到的上颌前 就是上颌的前膜牙 一定要在开随时候 不要把暴露的 就是把暴露的这个随脚 就误认为 就是这是初学者容易犯的错误 就是把暴露的随脚误认为 是根管靠是不是 那有一个下颌第一前膜牙 牙罐蛇情比较多啊 蛇情比较多 所以并在牙体预备的时候啊 或者根管治疗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它牙髓的情况啊 那再有一个呢 就是剩下的这条啊 就是一般的话 嗯 在临床上一般咱们能够注意到的啊 看一看就行了 比如说下颌第一膜牙 它的这个随时点和随时底相距比较近 防止穿随啊等等 这个意义呢 简单自己看一看了解了解就行 在这出题的时候并不太多 偶尔出到选择题也是比较好答的啊 因为是我们临床上常见的一些问题啊 包括我们说到的 这个C型根管的时候 嗯 它是在夹策连通的 不要认为是就是穿了随时底了 对不对 基本的一些常识性的问题 大家简单看一看就行了啊 再有一个呢 一个小的问题呢 就是乳牙随枪 我们知道乳牙的随枪跟横牙也是一样的啊 就是从大小比例来看的话 乳牙相对来说比横牙还要大 表现为随时大 随臂薄随脚高随时底啊 就是根管粗跟天空也大 这里边别的都还好 就是随时大呀 根管粗啊 这些都可以 但是随臂是薄的啊 你想一想随时大 这就跟气球一样 你越大吹的那个臂就越薄 对不对 所以它是随臂薄 而不是厚啊 大家知道这一点 再有一个呢 乳牙的随枪呢 其实也是你起码要知道的一点 就是它跟横牙 就是它的外形 包括它的 牙根的数目 其实跟横牙也是非常相似的 对吧 比如说乳牙 上合的乳膜牙都是三个根 下合的乳膜牙都是两个根 啊 它基本上是和我们相似的 横牙的外形是一样的啊 这是一点 那其他的都容易都知道 你主 我在这个乳牙随强解剖特点里边 着总就提一个 就是我们说乳牙的牙根 在剃牙前三到四年开始吸收 三到四年开始吸收 这个数据要知道 然后治疗的时候 不要把穿透的这个随时底屋 认为是个根管口 是吧 这一点呢 要知道就可以了 这是乳牙 有一个数据 就是在剃牙前三到四年 牙根开始吸收 啊 这是咱们说到的 所以整体来说呢 我们乳牙的随腔呢 就是这么多啊 乳牙随腔的解剖论 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么多啊 那整个我们的第二章就学了横牙的解剖外形 乳牙的解剖外形 以及随腔的总论和个论啊 随腔总论和个论内容还是比较多的 而且呢 也是各个院校来说呃 比较侧重于考的就是牙体的外形啊 这是咱们第二章的内容